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华语乐坛新鲜血液中的重要成分 这不周深的人气再次显露了 周深掌握了三种榜单的第一名 首先是2020年超级偶像榜 周深拿下了第一 华晨宇第二 王一博排到了第三 其实从榜单当中可以看到的 竟是高人气高实力的明星 周深能够在榜单当中脱颖而出 无疑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周深为何能够成为超级偶像 首先与他的人品是脱离不开的 周深在综艺节目中的许多表现 都展现出了暖心 搞笑有礼貌的综合素质 得了不少的人员 当然了 榜单的具体分值多数还是有粉丝打榜的 但我们也应该思考到 周深的粉丝仅仅500多万 与榜上的明星相比差距也是非常之大 为何反而是他能够拿下如此高的分值呢 我认为其中最大的原因 还是周深的粉丝活跃度一直都很高 人气综艺单曲榜 周深的达拉崩巴依旧获得了第一名 获得第二名的华晨宇 同样是歌坛非常有实力的唱将 月可为更是老牌的实力歌手 榜单上的明星都不再是泛泛之辈 那么为何周深还能够拿第一呢 炮开粉丝的音速不谈 单论歌曲达拉崩巴的风格呢 无疑是更受大众喜欢的 以二次元的风格给大家带来了许多的欢乐 并且这首歌的演绎难度相当的高 周深与艺人扮演多角的方式去演绎 无疑是给观众增添了许多的印象和惊喜 这也是一种人气的加分 当然了也并不能够说华晨宇就不优秀了 只是华晨宇的歌曲过于偏近 其实《好想爱这个世界》也是一首相当好的歌曲 我认为排名仅仅只是分直 华晨宇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 只是方向不同罢了 在年度人气艺人榜当中 周深也依旧拿下了第一 其中更有华晨宇、薛之谦、毛不易、汪苏龙、许松等实力歌手 但论粉丝量来讲 华晨宇和薛之谦无疑是遥遥领先的 甚至周深的粉丝量都没有许松的高 那他又是如何拿下这个人气奖的呢 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因素同样是粉丝的活跃度 周深的粉丝虽然不多但是却非常的活跃 并且与周深的感情很是要好 能维持和粉丝之间的感情也是一种能力 周深的真爱粉很多 他们也是非常关心彼此的 但若真说起人气的话 薛之谦其实并不差 只是如今的薛之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当红期 因此粉丝的活跃度就降低了许多 仅此而已 总体来说周深之所以能够取胜 从这么多实力歌手当中脱颖而出 也是因为三个原因 一、周深的声音比较独特 并且实力在榜单上的歌手当中也不算差的 这风格有属于自己的独到之处 二、周深参加综艺节目比较多 相对来说能够维持的人气更高 并且周深在综艺节目中的各种表现都非常好 无疑也是得到了粉丝的欣赏和爱戴 三、周深的勤劳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周深的发歌频率是榜单当中歌手中最高的 并且还投入了精力参加综艺 可见他有多么的努力 从这三个原因来看 周深获得第一都是当之无愧的 勤劳的人少不了回报 这也是他努力后得到的结果 吃瓜不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